美國和南韓正在做好應對北韓即中發生的核試驗的準備 但國會議員和分析人士質疑拜登政府是否能打國外交僵局阻止北韓不再挑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國務院和南韓外長鶴鎮舉行會頭 雙方討論了對北韓史無前例的彈道導彈試驗以及核威脅的統一和堅定回應 北韓在今年已發射了31枚彈道導彈遠超過2019年25枚的紀錄 波鎮說他相信北韓已完成下一輪核試驗的準備 現時只差一個政治決定 這將會是評量2017年以來的再次核試驗 亦是至2006年以來的第7次核試驗 波林肯表示美韓之間將會重新獎勵一個延伸威懾工作組 並且很快會在未來幾個星期著手工作 這會編越下殿 PAN 즉侍 本部會寄1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